继续带来看到台东一名70岁的长者 经由通讯软体加入了赖股票投资群组 被诈骗集团以股票操盘 抽中股票等名义 要求这位先生来汇款 但是被银行人员试破了 并在警方的劝阻之下 没让诈骗集团得逞 但这个诈骗集团却持续向这名老先生来洗脑 那长者携带了300万元的现金 跟诈骗集团面交 所幸长者家属及时发现了 与警方联手成功逮捕了两名车手 警方将车手带出警局 并准备将车手送往台东地检署 进行后续的审讯工作 日前台东一名老翁 连续遭到同一个诈骗集团的诈骗 而老翁的家属在得知后立即通知警方 于是台东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成功逮捕了一名诈骗集团的车手 并查获了相关证物 台东是一名70岁的老王金额通信 连续加入赖的投资群组 那诈骗集团用年轻骗集团的股票 去假冒走资专员 又利用股票的操板 与抽筹股票要颠覆股盘的这种方式 去诱骗贝爱人 贝爱人在6月中之后 前往农会要去汇款 那现金农会职员非常的激进 方还请问 阻挽下来这里上来万个汇款 还有在6月底的时候 这个诈骗集团要求面交 那幸亏老公的家人察觉有意 那报警结束 在面交的时候 我们警方查获了两名的厕所 不料在失利了两次之后 这个诈骗集团仍然不死心 持续的去右边贝爱人 右边贝爱人在列定在8月7号下午 去做面交 200万的颠覆款 那本大被 后报之后 就报警警察官来自会正办 并前往麦谷查去 那战骗交织记 刺破的身份 并刚刚才台股 现场查购的手机 还有伪造的证件 以及收据的证物 那这个案件 询问之后 依诈骗罪 台东县警察局也呼吁 切勿轻信来入不明的投资管道 如果遇上网络上的投资讯息时 务必审慎查证 或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电话 进行查证 以保护自身 以及家人的财产安全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导